2015年41條,這條4至頭,就是在考慮圓形直線焦點 只有1點,就是圓形直線焦點 DELTA等於0 這條是比較容易計算的,因為在極限直線的環境上,也沒有任何數字,會容易計算 我們就代走Y,你隨便代走哪一個就行 X加Y加4等於0,就是X就是-Y-4 我們就代一代這個 所以,就是-Y-4的2次 加Y的2次 再加2個-Y-4 -6Y再加7等於0 接著拆弧 Y2次加8Y 加16加Y2次 -2Y-8 -6Y再加K等於0 2Y2次 2Y2次 接著呢 8-2-6 你會發現,沒有了 沒有了Y就是發達了,以計算了很多 這條這麼好人呢? 接著16-8就是8加K 整個B不見了 DELTA等於0,即是0的2次 -4AC B是0的話 B不見了 TELTA等於是最好看的 B不見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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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大家看出全色的数字,记得全色除掉 基本上,你都要看出全色除掉 所以才可以开始做 其实你一看到,我每次都提醒大家 你看到,F这么厉害,即65 over 3 那半徑就不可能是14那麼帥 所以1是正在錯的,那這個你聰明就立即選到答案是C 因為我們計算半徑的公式牽涉到F 那F那麼不得,你不可能出到這麼帥的14 很快就選到,不過我都計算了給大家看 好,那先找個元心 中心 中心 就是-2,-4,-2,-2,-10,-2,-2,-5 這個先找個元心 那你見第三個是正確的 那找個半徑 半徑就算是2的2次加-5的2次 再減65 over 3 那這個就... 那我看答案了,這個是22 over 3 那我看答案是14 所以1是錯了 那其實算到這裡你已經知道了 好了,那最後,那你要計算了 0,0這點,Origin的圓點是否在圓形外面 那你就是要計算圓心和0,0的距離 那我看答案是開放2的2次加-5的2次 其實這個是 開放29 那這個就是大過我們的半徑 開放22 over 3 所以就在圓形外面 對,所以2,3,5 你心想... 我出隊我不知道你敢打拼 我會這樣做 因為那答案沒可能這麼帥 你一看到F很噁心的時候 那半徑就沒可能是一個很帥的數字 好了,那又來了 找圓形直線膠點 那這次又好人一點 找Mid Point 找Mid Point 那你就不用... 不用用Delta 不用用B2次減4C 那要記得用Alpha加Beta 2點加2 即是-B over 2A 即是-B over 2A 用這條式減4C 而且留意它要找Y座標 所以我們應該要代走X 我們是要代走X 對,那就是2X-Y-6等於0 就是2X是Y-6 Y加6 2X-2 所以我們應該要代走X 所以就是Y加6 2X 2X 加Y2X 減8Y 減14等於0 對,那你會看到 其實它都好人的 它整走了X 等於你計算了一些東西 Y2X加12 Y加36 記得墳墓的2X 2X變4 4X 這個相對來說就不太難計 那你全色成4就可以了 4X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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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X 4X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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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X 5X 4X 5X 4X 5X 4X 5X 5X 6X 5X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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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5 over 2等於0 這個G2呢 4除負2 就是負2 負2除負2 就是1 順便計算一下 R1 先叫做R1 負4的2次 2次-負5 就是5 這個我會計算到是5 順便計算一下 原生半徑一次 不要煩 分成燈子一定用得到 再加5 -負5 over 2 再加5 這個是開方7.5 對 他說兩個R1 是正確的 這位置已經錯了 我想知道G1 G2O 是否正確的 就算邪率 G1和O 的邪率 先記一下 2-0 負4-0 負4-0 負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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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2 G2O 斜率 如果斜率一樣的話 這兩個斜率一樣 他們就 是 公平 公平 因為 斜率一樣 大家有穿過00 這點 很明顯 3點是成一直洩 你發覺兩個都是一樣的 所以1是對的 2是錯的 這兩個可以拆掉 最後你也要看3 可以嗎 3 其實你不用算 好像是錯的 一個是 一個是負4-2 一個是負2-1 那 你計算 G1O 其實都是兩個不是定理 負4的2次加2的2次 另一個呢 那就是負2的2次加1的2次 擺明不一樣 其實 算到這裡也算 開方20 這個開方5來的 對 那3是錯的 所以選到的答案就是A 好 17年你見他沒有四十幾條 其實他就 沒有聞到 原形直線的膠點 他沒有聞到 來到18年了 那18年也沒有聞到 原形直線 他就應該搬到Long Crack 那裏問 對 那就不會不問的 好 那全色除了5 這些都做到 驗了 減6X 加2Y 再加6 超過5 對 一看就知道 半徑就不可能是一個很帥的數字 好 那ABCD 就逐個逐個計算出來 呃 原心 Center 對 負6除負2就是3 2除負2 負1 所以 DOT的答案一定是錯的 算出來 開方 3的2次加回 負1的2次加回 6 超過5 這個大概是2.97 2.97 好 那就 算了一個圓周 可以 Circumference 這個是圓周 2Pi R 這個 計算出來 大概是18.6 來 小過20 所以 C 是對的 這個 我照樣計算另外兩個 給大家看 那 有個O 是不是在圓形裡面呢 那就要計算 3-1 就是我們計算A的選擇 選擇 3-1 和0-0 的距離 我們計算多少 就是3的2次加回 負1的2次 就是這個開方10 開方10 就是 大過2.97 就是大過半徑的 所以它應該在圓形的外面 所以A是錯的 最後輪到B的選擇 那 它就說 C要在2次加回 是不是呢 那我們畫一幅圖出來 那 2次加回是這個1 這個2 這個3 這個4 3-1 其實你會看到它已經在第四個 所以C是錯選的 原心就本身已經在第四個 所以又不會在第二個 那裡